今天出發去屯赤隧道的打卡秘境 但現在出發之前 我們首先去吃下午茶 其實午餐都還沒吃 因為怕午餐太熱 現在大約三點 去一間九友推介的餐廳 剛才走走 車輛慘了 維修完現在四點了 還沒吃午餐 這個位置挺偏僻的 那間餐廳叫做彈王花 拍車就先到先得 我們這些時間應該沒什麼人 這裡很泰國 疫情關係 因為下午四點 至六點不開門 為甚麼 氣死了 今天晚一點 唯有 想回頭也好 因為彈王花 雖然室外全部都有太陽傘 有些縫 但也挺熱的 雖然四點多也很熱 但去天空之城 上次介紹過 有間可以去室內 但也希望是一個好的選擇 哇 這裡真的是夏天的狗狗食堂 很棒 有冷氣 可以在室內床 很白癡 你看 這個是Deluxe的 all day breakfast 我這個是卡食的 all day breakfast 價錢相差六十元 其實只是多了一個 菇 還有三文魚 其他都是一樣的 所以 卡食就夠了 六十多元 很多人 這裡是景點 這裡 這些路也挺乾淨 可以放狗 過來這邊 就有個大草地 這個大草地 看就好看 但是 狗仔完全跑不到 因為 它是 這些草 很刺 我們人走也很刺 很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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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狗走草地 就好一點 小隻的話 就不好了 草地 的這邊 堤壩 原本是以為它有條路 但是你看到 這條路 整條都是省距 來的 所以狗仔也是走不到 堤壩的另一邊 就是石 不是直接跌到海 不過都危險 要拖緊 如果你想沿著堤壩走 都是不行的 因為會有很多人在打卡 很多人拍照 所以拍照 就要離開了 這次團赤的感受 就是 拍照技巧很重要 鏡頭看到 和實鏡看到 是兩回事 大家都是為了 拍出來好像很放鬆 但是其實 現實的情況 是這麼多人 去那邊看看 讓我們在雜草之中 找到一條沙石路 可以走出這個海旁 另一邊 這裏就好一點 這裏是石頭的盡頭 就有條路可以走 但是就要小心 因為它是沒有圍欄 又沒有石頭的 這邊呢 一插錯腳就會落海了 所以要拖繩 記得 但是這邊就好走很多 這個地方其實 當初沒有那麼受歡迎的時候 應該就開心很多的 現在太多人了 但是這邊反而少一點 整個團赤碼頭 最美麗就是這一段 很近的海可以走的 但是很細短 其他地方 大部份都是石頭那邊 有空間走不到 草很長 走不到 所以 只有這個邊皮的位置 是適合狗仔走 但是這條海濱路 大概就只有 二至三百米 沒有的了 而最好來的時間 就是大概六點半左右 太陽開始下山了 可以看殖人 又沒有那麼曬 但是記得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你看這裡 開放了一年左右 已經這麼多垃圾了 大家都 我會帶自然 記得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日落的時候 這裡實在是 太熱鬧了 又多人又吵 好啊 我覺得西九龍比這裡好很多 離開屯赤隧道 我們現在去回 下午去不到的蛋黃花 兩邊之間 車程都要三十分鐘 剛剛職員通知 就說晚上很多飛艇 所以很多位置不能坐 晚上這裡另一個感覺 幸好 現在有車拍 又有位置坐 看一下這裡晚上多漂亮 好有泰國感覺 他的室外位 全部都有這些乳鳳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昆蟲 飛艇都暫時很幸運 看不到 還有他會有蚊帕水 這支是餐廳的蚊帕水 也會點了蚊香 也很感覺 有感覺 溫度 還有這裡的環境 真的好像去了泰國一樣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看完的話 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Bye Bye